欢迎各位选修睡眠与呼吸照顾这个课程 我是台北医学大学医学院睡眠研究中心李信谦主任 在接下来的六个小时课程当中 我们将会集合台北医学大学睡眠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成员 跟大家来介绍睡眠与呼吸照顾之间的关系 在呼吸照顾当中 睡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不但多数有呼吸急患的病人会有睡眠上的障碍 在睡眠中也可能出现一些特定的呼吸急患 譬如说睡眠呼吸中止症 所以这个课程它主要的目的 希望能够促进各位休课的人在睡眠方面的知识 也帮助我们所照顾的病人 以及身为医护工作者的自己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睡眠品质 来增进生理以及心理的健康 在这边所谓生理与心理的健康 当然指涉睡眠本身不只是影响到生理的功能 也常常与许多心理精神方面的状况 有互相的关联 我们在很多的研究当中都看到 睡眠的障碍会与诸多的精神疾病 比如忧郁症焦虑症有相关 我们在一些人口学的研究当中 我们也看到睡眠的时间过长 或是睡眠的时间过短 也会跟死亡率的提高 跟离病率的提高有很大的相关 因此在这个课程当中 我们会从基本的睡眠生理介绍到睡眠的急患 也会跟大家从基本睡眠的动物实验 一直到现在用高科技 透过影像跟生理讯号的检查 来了解睡眠当中发生的什么样的事情 睡眠作为医学的一个分支 也作为人类生理科学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但是睡眠医学的发展 一直到上一个世纪末 才开始有比较明显的发展 在过去以美国的医学教育为例 他们在1980年代里面的统计发现 有46%的医学院 并没有提供任何有关睡眠医学的教育 那有38%的医学院即使提供 大概也都是非常零散或分散的 一直到1993年 仍然有接近四成的医学院校 并没有提供结构化的睡眠教育 我们自己所服务的单位 在2005年创设睡眠中心 在当时做了学校课程的回顾 在七年的医学教育当中 睡眠的课程事实上也只有占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当然现在我们有两个完整的课程 包括接下来我们会在这六小时的浓缩课程当中 介绍睡眠的种种面向 跟20年线相比 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 所以在睡眠不但在学科知识的发展 在专业界他也逐渐扶上台面 成为一个专业的科别 不再只是身体疾病的某一个面向 以这个课程所设计的台湾为例 在台湾事实上在2002年 第一次有所谓的专业睡眠医学的社群产生 在台湾睡眠医学学会设立之后 进行了几样不一样的变革 其一是在2006年 做了睡眠济师的认证 意思就是在医学的领域当中 专门从事睡眠检查 这样一个复杂的生理检查程序的专业 被认证 而且需要透过一定程度的教育训练 才能够有资格来施行睡眠检查的执行 这样的一个制度 事实上在欧美的先进国家 特别在美国已经行之有年 但是在亚洲地区 还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也越来越被重视 在隔一年2007年 我们开始了睡眠专业机构的认证 睡眠专业机构 理论上是综合各种不同科别的医师 来提供睡眠医学方面的服务 因为他们需要有特别的睡眠评估 知识以及方法 还有睡眠评估的工具 所以必须要透过一个专业的认证 来确定他们的专业度 以及能够提供最好的睡眠医疗品质 在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 在台湾也成立了睡眠专科医师 透过一定的教育训练 跟实习实作的课程 让这些不同科别背景的医师 包括牙医师 包括西医师 能够透过一个睡眠医学的完整训练 来拿到睡眠专科医师 一直到2014年 行为睡眠专家 也就是我们所谓 专门针对失眠治疗的认知行为治疗 也开始有认证的制度 让有兴趣于这个方面的 包括心理师 也包括临床的护理医师等等 透过这样的训练与认证 来确保他们可以提供给失眠的个案 一个良好的非药物治疗 这些训练的内容以及课程 当然相当的漫长而繁复 但是在接下来六个小时的课程里面 我们会做初步的介绍 也希望让休克的学员 上完课之后 对这些专业知识 有进一步的动机 来做睡眠专业的训练 事实上 睡眠在我们这个研究团队里面 已经有经营了十几年以上的历史 从台北医学大学在2005年 设立的第一个睡眠中心之后 我们也在医学院里面开设了 简介的课程 以及进阶的专业课程 一直到2016年 我们成立了台北医学大学 医学院的睡眠研究中心 目前在整个体系里面 我们三家的负责医院 都有睡眠中心的组成 这样一个睡眠中心 其实比到国外的医院 都是一个多科别的中心 除了胸腔科的医师 在呼吸照护之外 我们也有神经内科的医师 精神科的医师 复健科的医师 甚至耳鼻后科的医师 以及妇产科的医师等等 各种不同科别的医师 集合在一起 为了就是要解决 复杂而影响病人胜据的 睡眠障碍 在睡眠中心里面 很重要的核心工作 是帮病人做睡眠检查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多频道整夜睡眠生理监控 Polysomography 简称叫PSG 这个部分在课程内 会跟大家更进一步的来解释 让大家理解 要透过怎么样的一个 生理监测 来了解一个人在睡觉当中 可能发生的 可能经历到的 各种不同的现象 所以要有专业的技师 而在睡眠障碍当中 有很多是因为 心理或行为的因素 或许对睡眠有一些障碍 对睡眠有一些错误的观念 对睡眠有一些错误的 实施的方式 比如说不按照时间 上床起床 或是习惯在睡眠前 吃一些刺激性的饮料或食物 以至于造成睡眠的障碍 这些行为心理的因素 跟生理因素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睡眠中心当中 有专业的心理师 来做认知行为的治疗 在这个课程当中 也会有专业的心理师 跟大家来介绍 认知行为治疗 基本的原则 以及他所适用的对象 睡眠是一个长时间慢性的问题 特别是有睡眠障碍的病患 不管是失眠或是睡眠呼吸中止 他从离病开始 一直到受到检查之后的照顾 通常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才有办法维持他们的健康 所以在睡眠中心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是个案管理师 个案管理师从病人 开始知觉到有睡眠障碍 接受检查确定睡眠障碍 然后选择治疗的方式 整个过程当中 由个案管理师 来综合各样的资源 提供给他们照顾 所以个案管理师 在睡眠中心里面 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这个课程当中 我们也邀请我们的个案管理师 来说明 如何在睡眠障碍的个案 提供长期性 持续性的照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